色拉酱烤帝王蟹的做法 在日本家庭的餐桌上 色拉酱就好像我们国 内家庭餐桌上的酱油醋一样 势必不可少的调 味品 色拉酱由于本身已经包含调味品的味道 所以常常只需要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用色拉酱做出美味可口的菜肴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用丘比色拉酱制作的一道推 然简单却超级美味 低调又奢华的下韭菜 色拉酱烤帝王蟹 帝王蟹就是那种通常冬季里深海打捞出来的个 头超大的深海螃蟹 这种蟹一般简单水煮就可以品尝到超级的美味 肉多个大汁水浓厚 今天的这种做法 让色拉酱充分配合料蟹肉本身的美味 味道更浓厚 很适合宴会里作为一道隆重的下 韭菜 宴会中繁忙的女主人们 谁都不会想到这么美味的大菜竟然是你之花料 几分钟的手工就准备好的哦 双饮好 冷冻或者新鲜的已经处理好的帝王适量 丘比沙拉酱适量 一这是在日本市面上的丘比色拉酱 包装和我们国内有少许差别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哦 二这时候处理好的帝王蟹 将肉多的蟹腿部分的壳剥去一半 剩余一半备用 三在蟹肉部分挤上适当的色拉酱 四烤箱230度烤15-20分钟左右色拉酱 开始出现微焦色蟹肉熟透即可 五排盘上餐桌啦 看着红黄相间搭配的诱人颜色 就会让人垂涎三尺啦 最适合搭配啤酒来干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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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